好 大家好 我是欣盈 那其實我是12CC的初心者 我只知道四個標章 六個授權 就跟著人家去韓國玩了 所以我今天真的是一個初心者 然後去看看市面這樣 那其實我為什麼想去呢 只是因為今年年初我去了一趟香港 然後我覺得香港賣大腮太難吃了 然後後來就覺得說 那如果有機會去韓國 那不如去試試看韓國的麥當勞好了 欸 其實不是去參加嗎 那後來去參加之後就發現 其實是去見見大神 就是右邊的這位是Lawas Dasik 那他就是CC當初的幕後推手 那很興奮的事情 是我竟然能在這一場活動中遇到他 因為如果大家知道的話 他現在目前也有在進行那個參選美國總統 那就是他前一天晚上才參加完辯論 那隔天就這麼飛到了會場跟大家見面 其實大家就非常high 我想說其實這個日期他會出現 那因為這邊這一位呢 就是我在現場迷上的一個大叔 一定要介紹一下 是不是這個在一定 啊對 男朋友在 沒有 他是Jay Young 那他其實是一個在CC Korea的一個靈魂人物 他是一個退休的法官 那他就是帶領的CC Korea在發展 創CC的部分 那在現場看得出來他非常有個人魅力 然後也蠻好相處的一個 他會彈Bass 就是整個一整個很神奇的法官 那我一到現場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大家 我們剛好看到照片就是會有一些 大家看到做有頒給別人的那個簽名牌 那這邊就是有三張畫布 那有一張是最後留給總部 那有一張是留給CC Korea 就是今年的主辦單位 那另外一張呢 就是給了一個 一個CC的成員 那他接下來還有人生自己的規劃 那也就是感謝他的貢獻這樣 那在現場呢 我們Dating的時候有很多人來一起來參與 那大家就畫上自己的一個小圖一樣 然後再加上你的名字 拿上簽啊繞啊繞啊 就是看說你跟裡面的人的那個link social link 你認識的哪些人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些人都來自於 有些人是CC HQCC的總部 那有些人是CC FH 我自己翻成員 我也不知道怎麼翻他們 那有些人是CC的community 像我剛有介紹CC Korea 他們community很強 那我在現場也有認識了 香港CC香港來的朋友 那他其實也是算community的一個成員 那我要介紹就是 那究竟HQ跟FH之間有什麼 之間的相關聯呢 那他們會簽一個MOU 那就是HQ會跟FH 大概有80幾個地區域 區域然後簽了Affiliates 那每個區域呢 他們有一些守則啊 該要去遵守 那但是他們並不會去管說 那你們要走的方針走的位置 因此說各地的CC Affairs 都有一些其他的project在執行 例如說在著作權方面 就是美國跟亞 美國跟歐洲 就是有在比較 比較跑的比較前面一點 那在越南啊 非洲蒙古中國的地方 他們其實會對OER Open Education Resource 然後去關心這個教育普及這一塊 那在韓國日本中的美洲的部分 是在文化創新 那台灣目前大概是 介於在著作跟文化創新這個地方 那這個地方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程夏聊一聊 因為算是他提供給我的一個idea這樣 那現場呢我們就有一個聚會 那就請各地區域的人去寫下說 你們目前跟CC正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然後你們是跟別人合作還是跟總部合作 那大致上可以分類出的事情是有像 很多人他們都在做OER的部分 那像在亞太地區的澳洲 然後蒙古他們都是有在做 那另外一個就是Open Policy Network 他們就是在推一些方針 然後去跟各地去做執行 那很重要的一部分是Translation 那就是將目前的CC的法律的那些東西去做翻譯 然後還有像GAM 或者Open Business 還有Open Data 那最值得去講的就是 我後來發現CC跟Wikimedia 其實是有點分不開的關係 他們是個姐妹 對就是你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多 其實跟Wikimedia有關的議題 那也有很多CC FAS 其實他們也很持續的一直在跟Wikimedia去做合作 那接下來就要講的是 你剛剛講完FAS他們最近在做什麼 那現在就是來分享一下 那HQ最近有想做什麼事情 那RyanCC的CEO他就在講說 以目前2014年目前CC統計大概有882萬 882百萬的創作量 那他希望說接下來預期可以 可以衝到10億 那就有人問他說 你覺得10億多嗎 在這個網路世界上面10億 Google不知道都是幾個10億去了 那你覺得10億多嗎 那Ryan的分享是說 我覺得10億多 為什麼 因為是11個分享 他不是被保護 是11個創作作品 願意去分享出去 那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成就 那他們目前如何去衝破那個10億呢 那他們會著重在 著重在Legal Tools跟Technology的部分 那Legal Tools的話就是 目前CC已經來到了4.0 那在各地的翻譯版本裡面 大概已經翻譯了CC4.0 大概有19個 然後也有CC0的翻譯 那CC4.0有個很特別的地方是 他不再做本地化 就是他不做Protting的部分 那他就是做只做翻譯 以前呢會Protting 所以就是會符合當地的一些法律 然後去做一些稍微的調適 但是現在就是不會 就是只做全球都是同一個版本 然後就是只做翻譯 但是翻譯呢也蠻有學問的 就是中文到底是簡體還是繁體 到底這些東西上面的用語用詞 其實這些他們還是會需要去刪腦筋的部分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比較感興趣的是Freaker 他後來也要去推CC4.0 因為我是個初心者 然後我一直之前在使用Freaker的時候 就一直在想說為什麼他在CC停留在2.0的部分 那這一次就是有聽到說 那他們也在跟Freaker去做合作 那希望可以在Freaker上面可以推廣到 已經是CC4.0的使用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Technology的部分 Ryan講了一句很有趣的話 他是說 license已經到了4.0 但是我們的Technology還在2.0 那到底怎麼辦呢 我們要改善哪些東西呢 例如說 CC授權精靈 這地方他們就是有想要再去做改善 那 這部分博強到時候 待會會跟大家做一點介紹 然後還有一些跟平台的合作 目前已經有許多的平台去有 去有使用到那個CC的license 那以前其實是沒有一個專門跟平台合作的人 那現在HQ就是有去設定 就是有去找到一位 找一位人 那他去跟平台之間去做合作 那希望可以把跟平台之間的link 可以再拉得更強一點 那還有CC search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快遺忘掉他了 就是 其實很多的 我們那天遇到的時候 我們跟其他地區的人在討論的時候 大家就有在講說 CC有些東西其實不太好找 那其實大家會希望說在這5年內 可以把這東西再強化一點 然後讓CC search或是CC的一些東西 可以讓大家可以更好方便的找去 好 那最後 最後我要分享一個是 我在現場一直看到的東西 我連續dating到daisy 4天裡面我一直看到的東西 是一個missing vessel 他是一位 我覺得他貫穿了整個會議活動 這是讓我覺得很感動的事情 他之前是一位敘利亞人 那他是一個很很強的工程師 那他也很熱愛CC 那他因為被他的政府抓起來 然後關進監獄 然後有進入軍事監獄 然後有移到一般的監獄 那現在是不知道的 那其實CC各地區域喔 不只不只總部 連各地區域的一些人 都會為了他而發生 我剛開始在現場的時候 只是覺得喔 可能只是一個小事情 然後我後來發現 不是他們是把他當成一件大事 然後在每個session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其實是會特別去講的 後來我認清到一個東西 大概是因為CC就像個family一樣 其實在裡面的每個人 他們其實很常互動很常見面 那這樣子的話 他會有個family的感覺 那他們會覺得說我的成員 我的同伴少了一位 對那以上是我大概 對這個組織這一次的認識 對 接棒 好 好 如果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我們就 再一起一次 反正 下一位 不需要多 所以不需要大家去緊張 那下一位就換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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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